大家好我是方波 我觉得这个赛制也太残酷了 一上来就淘汰一半人 咱们行业还剩多少人经得起这么淘汰的 我觉得就是李丹去了两年七八十五 把里边最糟粕的东西全给我们学回来了 真的是太残酷了 当时导演最开始通知我这个赛制的时候 我还很天真是吧 我在那问 我说我这个第一年我就是冠军 我也要从这么残酷 这么初级的环节开始吗 导演递给我一张报名表 当然我也能理解这个设置 我能理解节目组的苦心 我知道现在喜剧节目特别难做 我发现综艺节目其实有个规律 就是你别说自己是喜剧节目 你就句好笑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什么 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 今年咱们完了 咱们不可能比这个东西好笑了 我当时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 破口球大会肯定要增加一些诡异的环节了 什么让我们PK淘汰 什么让我们蒙着面讲头发就让你们猜我们是谁 那种 但是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有这种设置 因为因为我知道电视节目的观众他就喜欢看这些东西 喜欢看这些PK啊什么丝啊让我们勾心斗脚 我也是这样 我也不喜欢看才艺 我就喜欢看那些什么晋级淘汰什么 谁淘汰的时候谁哭了谁淘汰的时候 嘿嘿嘿 偷偷笑了那种 我觉得那种暴露人性的东西太好看了 这个道理其实特别简单 你想马戏团小狗算算数好看吧 再好看他也没有路边拉狗打架好看 我看我们还是50只狗打群架 我今天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都能想象这一轮什么情况最好看 就是突然成都要PK两海元 这啥話要PK两海元 两位老师不太认识他们啊 其实这个地方很爆的 可以考虑着情拍照 不是 你仔细想一下这个环节 就好看到什么程度是吧 程度啪一下就要挑战梁海元是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参俩就你死我活吧对不对 谁赢了谁能留下来谁 谁赢了谁以后就是公司唯一的首席编剧是吧 谁赢了斯文贵谁好不好 我就觉得成熟的节目 这会就有一个特别缺德的特写镜头 打到斯文脸上 啊 我 我 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斯文焦急的那个样子 就像一个坎房外 等待生产的父亲一样 然后一个化为音造的 现在情况紧急 您保大还是保小 斯文那样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一个是老公 一个不是老公 怎么办 我觉得啊 一个诚实的剪辑 这会就会扒一刀剪断 然后让你请看下集 把这个悬念留到下一集 下集预告的男厅的标题 我都选好了 海陆CP当场翻脸 脱口秀大会再无梁思成 我不恶心 就是说完我都想看 你们一会儿跟他考虑一下 我觉得把这一点 体现到最极致的 就是把这种观众的心理揣摩得最透的 就是最近有个节目特别火 叫《乘风破浪的姐姐》 都很期待这个节目 对不对 这姐姐乘风破浪上岸了 喝钱了 我觉得都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但是我要说句实话 我完全不期待这些姐姐们唱歌跳舞成团 我就期待姐姐们哪天撕起来 成风破浪的姐姐 我只期待风跟浪两个字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节目组肯定也是不怀好意 你看他请的这个嘉宾名单 是吧 张雨琪 一能静 宁静 没有一个是善茬 是吧 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单 我等这 吐槽大会 我一期也只敢请一个人啊 我相信这个节目上线之后 肯定是爆款 万人空相 每个人都会去看 但我也相信 每个人看的时候都是忍着是吧 快禁掉那些唱歌跳舞的环节 就等着突然有一天 一个姐姐薅住这边 一个姐姐的头发是吧 老娘早就看不惯你这个蓬松的头发了 你现在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我前男友来这儿 好 盖世纪嫌的观众 盖世纪嫌的观众就在那儿 哇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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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们终于开始冲锋破浪了 真的 我们所有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心态都很矛盾 我跟你们说实话 因为我们这些演员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实在是不想面对这个 你死我活的竞争 但是我又还要说一句实话 就是我们也不是那么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肯定会暴露很多 我们真实的小人物的 那人性的阴暗面 所以我真的特别矛盾 我为什么在这儿光光光 非常生气地吐槽了半天这个赛制 我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想逗笑大家 希望大家能投我一票 我也非常矛盾 我对这个晋级的渴望 跟我对这个赛制的不满 一样的真诚 谢谢大家 我是彭彭 我老龐之所以用那么大的劲儿讲 就是要断的 也是因为 这都是小晋级嘛 我第一次看 两次看 三次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